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一集是萊斯垃圾話 如果是新加入的觀眾朋友 應該比較少聽到我講垃圾話 因為這個單元已經停了一段時間 那也不是故意停的 就剛好停了,想要做別的事情 那這個單元主要只是在聊一些 可能對遊戲的想法 或對遊戲新聞的想法 或是一些人生觀 反正就拉一拉扎的 那今天這一集 可能新老觀眾都不太習慣 因為就真的是垃圾話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 那前一段時間 我在睡覺的時候 都會覺得身體不太舒服 因為背會很痠 有點痠痛 這個問題已經困擾我一段時間 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去詢問了一下 才發現原來那個床 睡久的時候會壞掉的 我那床大概是20年前 甚至更久 搬家來就有 那床之前人家用多久我也不知道 那裡面也不是獨立桶 那裡面很多彈簧都壞掉 導致在睡覺的時候身體 會比較不平衡 所以我後來就去買一張床 但是那張床是什麼牌子 我就不講了 不過應該是查得到 就比較偏軟的床 那床床叫做愛愛寶貝 那他是說那個床 彈力特別好 那在 就會比較省力 所以那一張叫做愛愛寶貝 不過再題外話 那想說買一張好一點的床 睡眠時間就會比較短 工作時間就會比較長一些 我原本是這樣想的 沒有想到那張床實在太舒服了 導致 以前就不太常會賴床的我 最近就躺在床上就不太想起來 那不太想起來 就會開始在床 睡醒會在床滑手機 那我也知道這個習慣不好 尤其是賴床 很多工作進度都推延 直到 直到那麼有一天 我發現了那麼一款遊戲 叫做暗黑鞭年史 哇 那前兩天 我兩點睡 六點 六點的睡醒 起床尿尿 尿完之後 本來是應該要回床上去睡的 可是默默的感受到 有一股力量 正在呼喚著我 悄悄的對我說 你 王萊斯 你還沒有打算起床打寶啊 哇 一聽到這股神秘力量的聲音 我體內忽然充滿了 源源不絕的精神啊 我就這樣子開了燈 打開電腦螢幕 默默的打開Steam 然後打開暗黑鞭年史 檢視一下我的角色build 沒有想到一款暗黑鞭年史 居然賜好了我的 賴床的習慣 雖然說啊 這只是從一個 劣根性 然後換到另外一個 不好的習慣 不過對我來說 你知道 打電動本身 他就是工作的一環 雖然說也是好多計畫 然後 觀眾抽獎的東西 每天都打到 早上七八點 然後十點 然後郵局都沒有去 也沒有記 廠商興建也回的比較慢 然後有一些遊戲也 就是擱置了 就沒有 不但沒有玩 然後玩完了也沒有寫腳本做影片 不過心裡告訴我說 沒有關係 這款遊戲最近這麼紅 流量應該是不錯 所以我應該要花更多的時間 投資在 編年史上面 哇 好好為編年史 多做幾支影片 之後啦 之後啦 這兩天應該是 盡快的會 做一些編年史的 可能 你剛滿100集之後 該做些什麼 和一些裝備規則 和一些build分享 雖然 我自己的build 我自己做一做發現有點弱 然後我看了另外一個星星法 你們現在這樣看到的就是 我的火焰星星法師 就不帶寵物的 這個目前喔 還沒有研究完 測試到一半 可是時間也不夠 資源也不夠 我要開發build還有一段時間 加上復仇者上了 那之後還有一些商案要弄 還有podcast的計畫 沒錯 我也要挑坑啦 一些之前因為懶得上字幕啊 沒有拿出來聊的東西 可能會轉到podcast上面去 之後再看看狀況再跟大家報告 好啦 回歸正題 來聊一下人生 那我覺得編年史啊 帶給我的好處 可不只是這一些 前面講到那個 治療了我賴床的習慣 這還是小事 他不只是給我快樂 不只是給我目標 你們可能以為說我在瞎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服你們 我就是特別能從一些小事情 體悟人生 感受力特別強 你們想想看喔 打寶遊戲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句話老觀眾一定都聽過 在前進封鎖的時候 打寶遊戲最重要的 除了打就是寶嘛 那你們看看在場面上 清理這些會動的小的 為什麼我之前啊 有一段時間 特別喜歡玩放置類型的遊戲 因為說在工作煩悶的時候 哇 上班被老闆狗幹 一堆冤枉的鳥事情 不要以為youtuber就沒有老闆要幹你 當youtuber想要幹的老闆特別多啊 哇 我天天都在被幹 被幹的人養馬翻 欸那個養是 呵呵呵呵 算了 你們知道喔 就那個養喔 不是你們想的那個養 喔 被幹的人養馬翻 那你的論點跟廠商不一樣 廠商要幹你 廠商是你的老闆 那你的論點跟觀眾不一樣 觀眾也要幹你 觀眾也是你的老闆 那一個東西觀眾有觀眾的想法 老闆有老闆的想法 呵呵呵 嘿 關心一下 影片是我的 我有我的想法 那反正之前寫腳本寫不下去啊 打一場爬塔休息一下 現在腳本寫不下去啊 打個20場精英地牢 休息一下 那最後跟那種放置類型的遊戲不同 你真的可以玩些什麼 聽到那個音效啊 看著小怪物 一個一個跑來送死 然後地板上掉落一些 掉落一堆那個精華啊 裝備 在那邊叮叮叮叮叮 聽起來怎麼樣 就是爽啊 那現在不是很流行的什麼ASMR嗎 然後很流行什麼 聽雨聲啊 雷聲啊 什麼白噪音 說什麼可以爐內高潮 還可以幫助睡眠 協助思考 有沒有 有啊 大家都聽過吧 打寶啊 聽到那種怪物 此起彼落的倒下 聽到那個叮叮叮的掉落聲 那就是我的爐內高潮啊 我們電玩人 不要說電玩仔 電玩人 我們是電玩人 沒有道理說 起床打電動打到睡覺 就是電玩仔 這不公平 尤其 這本來就是我的工作內容之一 沒道理說 別人每天朝九晚五上班 有時候加個班 下班回家買晚餐 看去看到睡著 你不宅 然後我宅 這哪裡公平啊 上班打電動就是宅 你下班放假看去就不宅 哪有這樣 蜘蛛餐喔 好啦 那這個 這個打寶吊寶的聲音怎麼樣 就是我們的ASMR 就是我們的白噪音 不聽聽這個聲音 晚上睡不好 怎麼辦 這還不打緊 以為這樣就沒有了 當你按B打開包包 預設是I啦 Inventory嘛 就只是I都放得太遠 右手摸滑鼠 左手這樣就碰不到 那以前按S按B 我就習慣按B打開包包 應該也蠻多人習慣按B打開包包的 當你按B打開包包 你就看到寶了 真的看到寶了 打到好屬性的裝備 怎麼著 跟你講 二次高潮 一般來說 我們很難二次高潮 別人可能很容易 我們需要經過長時間的鍛鍊 才可以二次高潮 現在不用 現在不用 我只要打開Steam 打開遊戲 二次高潮 新手年來 一早起床 就迎接美好的一天 可是打寶之路 如此漫長 打到寶 打到寶要怎麼樣 要整理 平常房間什麼的 就比較少整理 過得去就好了 但是編年史 倉庫空間有限 打寶打得快一點 東西多了一點 你就得好好整理你的倉庫 而且在神話十四之後 打到的真傳說 那是真正的傳說 不但有真傳說的屬性 基礎屬性的數值 也都還是頂的 這些頂級中的頂級 精品中的精品 怎麼可以跟一般的 真傳說的裝備混在一起 這就像是把那個 愛馬仕的薄金包 跟那個 Nike的 雙肩後背包 放在一起一樣 這不知大小 這沒有尊重 你們看 這懶散不詳整理的毛病 也讓編年史給製了 打寶打著 你一定會想說 要往更高的難度探險 你一定會想著 要往更深的層數闖蕩 這時候你需要怎麼樣 你需要研究Build 這就是訓練我 人生規劃的時刻 套裝要穿4件 還是3件 主屬性 副屬性 要怎麼洗 天賦要怎麼點 專精要怎麼配 技能要怎麼搭 寶石要怎麼擦 然後符文要拆哪個裝 你是不是要研究 是不是要規劃 傷害不夠要怎麼辦 血量防禦不夠要怎麼辦 但我們在這個階段 要發現問題 然後解決問題 然後研究數據 更換裝備 專研天賦 當角色模型做好了之後 我們實際測試 這不就是我們 正是我們在社會上行走 需要具備最最重要的能力嗎 我們去外面公司上班 不就正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與其說我們在打電動 不如說我們正在為了未來做準備 做預言 差別只是這件事情令我們快樂 那一樣是做自我訓練 一樣是磨練自己 為什麼我們要挑那些崎嶇坎坷的道路 為什麼我們不能選一些 能讓我們開心的事情 我甚至還有給自己規劃 就是中午吃飯以前 我要把抗性撐到滿 因為編年史 他比較偏向農game 然後不是打寶game 到後期啊 其實就是農材料做裝備 對於打寶的需求比較低 他玩的其實是build的構築 寶很好打 這告訴我們什麼 他就是希望你一步一腳印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慢慢的 有系統的 有效率的 把你的裝備做好 你的每一秒鐘刷地層 都不是浪費 我要給自己期許 例如說 我今天我的角色 要能夠爽刷神話食物 或是這一周 我要打到無盡地牢100層 這不就是在做工作日報 在做生涯規劃嗎 所以說編年史真的是惠我良多 不要再來問我什麼時候要繳腳本了 沒有再給腳本的啦 不要再來問我什麼時候要給A copy 我一個字都還沒有寫啦 我連遊戲都還沒有抓 不要再問我說合約什麼時候要簽 我也看單寄出了沒 我家沒有印表機啊 還要去iPhone印啊 我在規劃我的人生 今天星期六你也沒上班 老闆也不在 我現在在加班忙完就給你了啦 沒有拖過稿了 沒開過天窗不要緊張啦 好啦開玩笑的啦 我會嫩真弄的 沒有別擔心 哇好久沒有瞎扯垃圾話 送啦 話說我有另外一隻喔 那一隻是工商喔 也是偏瞎扯的 旁邊的墨魂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不過那一隻阿 已經結案報告了 結果後續的流量常常也看不到 只是我自己也滿喜歡那個作品 有時候真的是覺得喔 開心才能夠寫得出好腳本 我啦我啦針對我 心情不好的時候真的是很難寫出有趣的東西 這調適心情阿 也不是說一下子就可以調適的好 最近玩編年史阿 又燃起打電動的熱情 我至少 我應該至少啦 還會再出個一兩片編年史的東西 吧 我先去玩Avengers 謝謝你們陪我幹話到最後 好久沒有問你們說要不要訂閱 之前拿下了2020年6月 全台灣YouTuber 掉粉排行榜第一名 呵呵呵呵 雖然說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沒訂閱的流量 其實比訂閱的流量還重要 這個就有機會再講 我是萊斯 謝謝你聽我幹話到最後 大家掰掰